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在会见航空业代表时表示 把在国外注册的飞机扣在俄罗斯是正确的决定 报道称 普京对俄交通部长维塔利·萨韦利耶夫的做法基于积极评价 普京说 他做得对 因为有人对我们耍无赖 与狼群生活就得学狼叫 保留行业 鸡群还有韵量 他们甚至开始增长 况且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耍无赖 我们愿意付账 只是不能让行业崩溃 据报道 普京说自己与萨韦利耶夫有过激烈争论 敦促后者重视对国产装备的采购 普京建议押住俄罗斯飞机 追求其绝对的高质量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继续支持航空业 他指出 在发展该领域时 要首先从安全问题出发 普京说 政府将继续发展廉价航空公司 俄罗斯领导人说 这种服务是有需求的 应该也必将得到支持 另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说 俄罗斯必须在短时间内 创造关键研发成果 以确保国家的技术主权 报道称 他在向青年科学家颁发 2022年科学和创新领域奖项时说 俄罗斯需要短时间内 在微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 交通运输 药物和新材料研发 以及国家其他重要领域 创造或提升自己的关键技术 普京解释说 这是确保技术主权和任何关键产品的生产独立性 所需要的 报道说 普京指出 俄罗斯必须在医学 生态 能源和其他领域 跨越式创造自己有竞争力的产品 基础是有的 应当采取非线性行动 他说 一切都需要跨越式完成 在医药 生态 能源 农业 工业 当然还有安全领域 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这方面需要非线性行动 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驱 报道最后说 普京指出 这方面是有基础的 既有厚重的科学传统 也有前辈奠定的坚实基础